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打不行 人是木雕 不打不招 问我这句话的出处 还问我苦虫是什么 这个打我小时说书 就这么句话 一般都是仙的老爷 或者是狠一点的官 审犯人时候 怎么问都问不出口供来 一般就说这句 人是苦虫 不打不行 人是木雕 不打不招 这头一句啊 还能解释 人是苦虫 不打不行 就是人呢 其实所谓的苦虫呢 没有这么一个生物 这么一虫子 它的意思就是说 人呢 都是见骨肉 都是见骨头 不打你不行 跟你好说好道的客客气气你不招 那就得打 一打你就招了 你是这么一个见骨肉 叫苦虫 人是木雕 不打不招 意思也一样 但是基本是为了凑了一句折 这都老话 还有朋友说了 说郭老师啊 为了听您的这个专辑 我还专门开着会员 这我感动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让您各位破费了吧 有什么想聊的评论区 我等您各位 那么 今天咱们得聊点正文啊 上回有人听了救灾的节目 就打算问我 说大雨啊 是通过治水 收民心把皇位搞到手 问我是这样吗 列伟 您说这都好几千年的事 前两天的事你问我 我都背不住 记不住 这个谁知道去呢 是不是 不过提到这个抗洪救灾的故事啊 有一个事我还是想跟大伙念头念头 这个还值得一说 谁呢 就是范仲淹 说范仲淹 大伙心里阴影就来了 因为念书的时候 岳阳楼记那都得背啊 对吧 多少人念书的时候 背这种长文哪是死去活来 看见这种文章 想一想你最恨的那几位 一定比要考了那些东西记得此事 但今天咱们要说的是 他当年在杭州做太守的时候 救灾的故事 江浙一带闹饥荒民不聊生 这个时候呢 范仲淹在杭州包了花船呢 花船就是过去的青楼女子为了招揽客人 拿船作为工作场地带着客人游山玩水 有人说这太不像话了 老百姓吃苦受罪了 范仲淹在花船上花天酒地 您别着急啊 这个呢 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积民太多了 国家给的钱根本就不够 范仲淹就天天想折 想一办法 发现江浙一带的人特别喜欢赛船 所以就去找这些富商 有钱的乡绅地主 拉赞助搞比赛 你这些人都有钱呢 对吧 他不缺钱 他缺一个乐善好施的好名声 范仲淹对症下药 拉着他们搞比赛 卖门票 得到了钱 救济灾民 给他们换个好名声 就这么着呢 范仲淹把这事办下来了 当然了 他是太守啊 有太守做宝 这些人觉得 钱出的也不多 而且有名有利的 谁不干呢 所以呢 就抢着给他送钱 范先生拿了钱 组织百姓划船比赛 卖门票 而且这个门票 不仅仅是可以进去观看比赛 那么简单 拿着门票可以有两次中奖的机会 第一次就是你买的门票上边 他签发的是哪一个船的花名 这个船拿了名次 你可以拿来换米换粮食 或者是换钱拿走 这个第二次呢 就是每次比赛结束之后 从门票的号码里边抽出几位来 然后这个给你发奖励 小到了柴米油盐 大到什么家具啊 反正这些个富商提供的这些个东西呢 都在这里头 那你可以得到这些个东西 你想啊 太守都包划船看比赛 那不光看比赛还拿奖 那谁不干 整个的杭州城 从春天一直搞到夏季结束 这整个期间呢 不停的搞比赛 他自个呢 包一划船 在这个赛船的中间 宴请这些个富豪乡身 有时候还拉着这些富商们 站在船头摇起呐喊 给这些划船的加油 这个杭州城啊 寺庙很多 他跑去找这些个 寺庙的这些个主持聊天 说现在正是闹灾荒 工钱特别便宜 现在修庙好时候 这样呢 杭州附近大大小小的寺庙 就开始大搞工程 后来有一些个有钱人 听说这事呢 也跟着修粮仓 修房子 就这样给灾民提供 大量的工作机会 他这呢 搞的是这个热火朝天的 那就有人不乐意了 你就像这种人 他永远会有啊 跑到那个 跟力部负责监察的官员那儿的 就告状态了 说范仲淹大灾之年 玩虎之首 不体恤民情 搞娱乐项目 不光搞娱乐项目 还搞赌博 这这个东西 才一定是有的官员 喜欢往皇上那儿报信 把皇上起坏了 这还了得 在宋朝 赌博都是重罪 就准备派人 抓范仲淹 但是呢 范仲淹为人还不错 有人就给他通风报信 范仲淹赶紧 给皇上上折子 解释自己 为什么这么做 没有办法 只有 这么样 取民富 救民穷 给鸡民找的事干 免得他们无事可做 惹出乱子 大兴土木 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 至于搞比赛 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又能让老百姓有兴趣 也能弄到钱 解决积民的温饱问题 至于赌博这条 压根都没有 那是富商们集资 给百姓的彩头 是为了打响 自己的名号做的 我这里边是干干净净 要说起来 范仲淹呢 运气好 因为他当官的时候 当时的皇帝 是宋仁宗赵真 你记得那个 京剧黎毛幻太子吗 哎 就是那个皇上 范仲淹派人下棋一查呀 好 发现江浙一带 就是范仲淹这儿 管得最好 社会秩序也好 好的不能再好了 回去跟皇上一念叨 吏步这帮告状的 啥料 皇上不好糊弄啊 直接的把这帮人都给绝了 打那儿起 谁也不敢拿着范仲淹 划船搞比赛这事 说事 有人说范仲淹这算是发行彩票 你看这个凡是去参加活动了 都有门票 买门票进去又能参加比赛 又能参加抽奖 所以你要这么说 这个卖彩票的要供祖之爷 应该是范仲淹 但是呢 这是范仲淹运气好 皇上不较劲 你要真碰着乾隆皇上 这就乱到了 我说过一个长篇的单口相 君臣斗 您各位还记得 刘勇上金殿参皇上 把皇上参起来了 这里边原因很复杂 故事也很多 我就不细说了 你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搜一下 皇上有 反正是参皇上参起来了 皇上呢 给自个判了一个罪名 带着金项圈 明着打江南围 实际上是发出去 发配 皇上惊口欲言呢 第二年 真打了一趟江南围啊 带着刘勇 带着赫申 君臣三个人 下江南 到江南一带 皇上看看刘勇 俩眼镯子 瞪得跟五眼鸡似的 怎么呢 刘勇参的他呀 刘勇是他这一趟的借差呀 你想皇上的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这里边呢 就是和珅 前天他伺候着皇上 跑前跑后 很勤快 这个刘勇呢 嘴笋 跟皇上这说 说皇三爷 怎么管皇上叫皇三爷呢 这出来了 不能喊皇上 就把这皇上 念成了皇三 谐音 皇三爷 说皇三爷 您这样可不行 您是发出来的 和的人这么伺候您 您要不干点什么事 这可不算 乾隆气坏了 我都这样还不算 你要干嘛呀 和珅 那现在话说 那是舔狗的祖师爷 劝皇上 皇上 您别跟罗国止气 不知道 再说了 您要是搭理他 指不定 就找他什么道了 乾隆一想也对 心里不舒服 那怎么办呢 看了就烦 和珅说 皇上不要紧他 他不是说 让您干点什么吗 他是您的奴才 您的事就是他的事 咱们就给他找点事干 这要是干不好 您就治他的罪 他这个戒差 奸行官的差事 就抹了 咱们高高兴兴回北京 乾隆听着很开心 好 就这么办吧 仨人在江南这转悠 这天 仨人在街上啊 发现一个 妇到人家 一个女人挑和 让人救上来了 一问才知道 这个女人的老公啊 跑去跟别人打花卉 输了 输了底儿掉 气得他想死 和珅一瞧这机会来了 就跟皇上说 皇上您看这个花卉 很害人呢 您让刘庸啊 去把花卉给除了 为民除害 皇上说 好 刘庸去 去打花卉去 刘庸一听 打花卉 一不给兵 二不给钱 我打什么花卉 皇上说 这要在北京 要什么有什么 现在没有 山上只有一百两黄金 刘庸说那行 这是要办成了呢 皇上说要办成了 大公一见 为民除害 我也是为民除害 大罪改小罪 小罪改免罪 要是办不成呢 皇上一乐呢 刘庸就明白了 值得是和珅的主意 但是皇上尽口欲言呢 不办不行啊 说行 我答应 但是不过这个 微臣万死啊 皇上就知道 他要冒坏 说你说吧 怎么回事 刘庸说 臣想跟您借 五十两黄金 钱庸说 我这个 我出来就带了 一百两黄金 你一张嘴要一半 说您让我打花卉 我留点本钱啊 兵马未动 灵草相行啊 对吧 没钱怎么行啊 皇上说 那这两草先行 这两草太贵了 一张嘴五十两美金 哎 这个 黄三爷 我说的是借用 和珅说 那您给了 他还不上 这是一条大罪 皇上一点头 那就给他吧 刘庸接过这五十两黄金 说这事啊 我如果办成了 怎么办 皇上说 办成了一块回京 好嘞 您是发出来的 我可不是 老花说得好 众赏之下 必有永福啊 乾隆气坏了 你到底要干嘛 你说吧 说请皇上垂帘 那行了 甭废话了 办成了 朕是必有众赏 啊 刘庸之点头啊 灵指谢恩 拿着五十两银子 打花卉 说到这儿呢 有人说说 你说了半天了 这花卉 到底是什么呀 海 花卉啊 花卉是一种 类似摇奖的这么一种机制 这么一个玩法 过去在清朝 有这个玩法 拿这个三十六个人物 啊 就是类似于 咱们现在那个中奖号码 三十六个号 每天开奖 每次有两个号 是提前告诉大家 不开奖 剩下的三十四个号 你就蒙吧 每天开一个号 蒙中了 该着发财 一赔三十 啊 这叫花卉 刘庸就来了 来到这儿就问啊 说这是什么呀 管事的一看 这位有钱的 穿上打问呢 啊 说我们这儿 花卉 哦 什么意思呀 啊 你那花在哪了 不是 我们这不是买花的 啊 跟您这么说啊 我们买字花 买中了呢 一赔三十 您就发财了 哦 那怎么玩呢 那我交给您吧 这管事的 就把这规则 跟刘庸呢 就说了 哎 刘庸说这个太好了 这我没玩过 啊 说这个 这位爷 您看您打算买哪一门呢 刘庸说只能买一门吗 啊 三十四门 您喜欢哪一门都可以买 嗯 这么说 我能买三十四门 说可以 可以是可以 但是跟您实话实说 没您这么玩的 那我就这么玩 哇 您买三十四门 就算中了 也就陪您三十个 刘庸乐了 怎么着 我北京来着 啊 别的不要紧 我图吉利 有个好彩头 你懂吗 哦 那行嘞 啊 这位爷爷 您讨一个好彩头 我们也祝您发财 那您这来吧 管事的带着刘庸就过来了 拿了三十四两银子 签了三十四个花票 什么叫签花票呢 一张纸上写满了这些个中奖的号码 你自己拿过去 在花票上面写名 写完之后 把银子包起来 挂在指定的位置 等到开奖之后 拿包着银子那花票去领钱去 要是没中奖 这银子就归花卉的人了 刘庸是签了花票了 他就走了啊 花卉管事的呢 就跟掌柜子聊 说这来了 来北京的羊盘 都这样 咱们就发财了 羊盘是南方的方言 就说这种啊 有钱没吃花 脑子不好使 有点缺心眼 这叫羊盘 当天一开奖 刘庸还挺高兴 放着鞭炮庆祝 很高兴 领着三十两银子 回去了 花卉的人也乐 第二天 刘庸又来了 这回呢 他过去买了 还是买了三十四个花票 花好了 拿过来 准备挂上去 管事的赶紧 呦 老爷您又来了 今儿买了多少 今天 三十四两黄金 哎呦 老天爷啊 老爷您发财吧 就在这个刘庸要挂还没挂的时候 掉了一包下去 管事的呢 拿脚踩住了 哎呀 挂上去之后 刘庸一数 少一个 管事的呢 就把脚底下这抄起来 揣自个儿兜里边 哎呀 这少一个是吧 您再买一张吧 刘庸说 怎么还有这么巧的事啊 他短一个 这儿呢 等着开奖 管事的呢 就拿着掉的这个进屋 啊 跟掌柜的商量 两人打开一看 比方说啊 这是三十三号啊 掌柜立想啊 三十四两黄金啊 今天 哎 咱们就开三十三号啊 等到开奖的时候 奖号一拿出来 开着三十三号 刘庸说 开三十三呢 对 三十三 呦 您掉了那是不是三十三呢 对 就是三十三 您看看 我让您再买一个 您不听 三十两黄金打水漂了 不是啊 我买这个 这些个都是三十三号 掌柜的傻了 啊 全是三十三号 你们看呢 把挂着那花票摘起来的 哎 打开 你看看 都是三十三号 管事的差点没晕过去 啊 掌柜的也傻了 这怎么办呢 请冬家吧 冬家来了 说跟您开玩笑 啊 你这个 赔三百三十两黄金 我们 请家荡产也拿不出来 刘庸乐了 要是饶你也行 多了我也不要 一百两黄金给我 你这花卉 关张 只要开张 我就要钱 冬家气得 只做牙花子 这怎么弄呢 这事说破天 没理啊 何况刘庸是当众拆花票 所有人都看着呢 没办法 也就应下来了 刘庸拿了一百两黄金 回来 五十两还给乾隆 乾隆高兴 这回行了 立功了 大罪改小罪 小罪改免罪 哎 君臣三人 回败京了 这个 说了半天 这花票 这个 这个作局啊 在那会儿 其实是长狗的事 但聊了半天 这花票怎么来的 有听众就说了 说这不刚才 范仲淹玩的那个吗 是不是 范大人在他那时 有这么句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对不对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为官者应该把国家民族的利益 摆在首位 是这个意思 这才是范仲淹 最早弄这花票的初衷 不是为了发财 是为了救济 贫苦啊 这个 还有好多范仲淹的事 但今儿时间有限 不能再说了 咱们 殊说至此 暂时告一段乐 向范仲淹 学习 跟范大人说一声 您辛苦了